即使只有一根弦 依然可以谱出动人的乐章 即使只有一颗气球 依然可以带你到很远很高的地方 即使这个家不一定华丽 但是我们爱上这一家 放暑假了 放暑假了 你有暑假可以过吗 我有啊 好 我告诉你 今天呢 请到大家一起来过暑假 怎么过暑假 你知道吗 我知道 我要先去巴仙乐园 巴仙乐园 告诉你 今年最硬的 最流行的 就是花钱投资 用旅行来投资暑假 就不搞啊 然后来投资小孩 真的 旅游也可以投资就是了 是啊 那两个月的暑假 你要什么样的投资呢 这个要下重本耶 真的 两个月 好 那我们来看他们怎么投资好了 那我们先介绍我们的 曹树柳小姐 大家好 曹树柳 来自大陆 育有两个小孩 还有来自韩国的孙之贤 大家好 孙之贤 来自韩国 育有一个小孩 来自越南的裴寺月和 大家好 我是月和 裴寺月和 来自越南 育有两个小孩 除了这边 我们还有请到我们的专家答案 好 那就交给你了 这是我们的这个旅游美食达人 他是著名的部落客 仁宇 主持人好 大家好 还有我们的老朋友 我们的... 也是我们的旅游达人 小胖先生 大家好... 另外还有一位 这个新鲜啦 就是我们刚刚一点题就说的 用旅行来创投 对 我猜... 最近有出书是不是 对 我们来 马安 请 李静怡 创意旅行教学讲师 同时也是旅游作家 来 女士第一 谢谢 来 来 请 好 女士第一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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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们新书 热腾腾的 热腾腾的 好动手 六月刚出来的 你看 你有看过这么长的书名吗 对啊 好长喔 这怎么念 是用旅行创投孩子的未来 对 然后一个勇敢的母亲 用旅行教育出优秀女儿的故事 就是你的宝宝 好可爱喔 她几岁喔 她几五岁 从五岁到十六岁 十一年之间的四趟大理期 那这张照片是书中其中的 一部分是八岁的部分 封底十一岁 那里面五到十六岁都有 这个是你先生 对 全家都在这本书上了 所以这个不简单喔 从五岁到十六岁 所以你投资给她多少的东西了 好多喔 所以啊 金书不应该写成一本 应该要写成三本的 写成一册 对不对 好 谢谢 好 妳看看喔 这几个啊 都很有经验 对不对 可是呢 这里面一定有很多的干苦 养这个小孩真的不容易呢 对啊 今天要养小孩 真的花轻事 然后还要花钱呢 对不对 问问看 这个人语 问我们的人语好了 但是来讲的是 我觉得这让她花好多钱 到小孩子身上 对 因为其实我自己本身 我小孩子大概才一岁的时候 我有两个小孩 他们从一岁的时候 我就带他们出国玩 因为一方面是要开... 一岁 等一下 我让妳创投得更早 这么早就投资啦 对 而且我们家习惯就是自助旅行 可是因为一岁嘛 那小孩子你怕他会哭闹 我就会选亞洲地区 先让他们去跑 譬如最刚开始 可能香港 日本這兩個地方 那我觉得比较... 比較好玩的事情是 其實我們不要忽略 小孩子的学习性 他们从小出去看世界 或是在台湾玩 他们都可以学到很多 我们大人眼界看不到的东西 可是那一岁半 不会伤脑筋吗 有时候最伤脑筋的时候 就是譬如说 妳說坐飛机的时候伤脑筋吗 妳不是讲说... 我跟妳講 我有一个经验 就是坐飛机的时候 我们不是大人要休息吗 因為我在演戲的时候 滿累的嘛 然後呢 有两个小孩子啊 两个小朋友 五岁 大概五岁 跑... 跑... 沒有... 他不是这样跟你跑一样 他是... 是这样子的耶 真的 所以我就觉得 感觉整个飞机都在震动的感觉 你知道吗 然後那个空姐就过来跟她说 小朋友 不要跑 他会吵到别人 小朋友 那空姐好可爱 然后我就过去跟她说 小朋友 回座 然后她看到我要吓到了 她有点哭了 你知道吗 我也有点吓她 因为她快哭了 我说 来 阿姨带妳过去 然后跟她妈妈说 妳要求救她们一下 因为我觉得她们吵到别人 比較麻烦 而且她们跑得太快 而且妳太像空姐了 搞不好 以为这个空姐 怎麼都可以 可是她现在小孩讲 她可以控制啊 像我们去纽西兰的时候 那时候我女儿只有五岁 那时候我女儿已经算滿大 而且我在家裡 有用一些方法 勤前教育过 让她可以... 就是骑灯她就会睡觉 所以只要把那个灯熄了 她就会睡 但是呢 旁边有那个一两岁的小孩啊 她不能适应 她就会一直哭啊 那我们为了要省钱 所以我们坐的飞机 是要... 就是要转到比较多地方的 然后呢 没想到 下了街上去的飞机 那个小孩也在这里 然后一直哭 一直哭 好几个小时 同一个小孩一直哭 然后全部的也没办法 因为那妈妈 爸爸 其实是有安抚她 但是没有用 那小孩她就不舒服 對啊 因为其实她们是苍鸦 她有 她有 那小孩也有后续的工作 她后来会过来我那边 然后说 阿姨 糖果给你吃 不要生气我 好可爱 你知道吗 我说我没有生气 我怕你吵到别人 你要乖一点 飞机上不能跑 所以小孩子是可以讲话 對不對 其实我觉得是妈妈没有教 家长要教这倒是 所以要请小胖 这个一定带过无数的小孩子 有小朋友的部分 就其实很简单 那像小朋友 你要先... 第一個 他一定无聊 小朋友有三到五岁那种小朋友 他一定无聊 他坐不住 那怎么办 他不是睡觉 那就是要想要玩东西 那你就非得用新鲜的东西 像飞机你就先订儿童餐 而且他有玩具可以玩 他说可以念飞机长时间的话 他会有东西可以玩 他就不会吵你 那今天要吵你到像... 假如说真的像... 发生那种... 讲不听的时候怎么办 尤其那时候妈妈 你怎么hold 怎么讲 他不... 因为小朋友的身... 身体的状况 跟我们大人的状况 他很热喔 他想动 而且会撞牙 而且他... 密闭空间他会不习惯 那你怎么讲 你就跟他讲说 其实像我们都会跟小朋友讲说 下了飞机以后你游览车不能坐喔 叔叔在... 因为你不乖 小胖叔叔不让你坐游览车 这种有一种略带的恐吓的意味 他会乖乖地坐好 像我们自己的像... 我的小朋友 我的小朋友有个状况是 比较难拿的 因为我有一个男生 一个女生 我从来... 像我自己带场 出...到很多国家 我到去年才带小朋友 跟我家人一起出去 十多年来 我只带他们出去过一次 那对 为什么 小气爸爸 对... 小气爸爸 要叫别人爸爸 这个观念就有个重要是 因为我们出去玩 是工作 他刚才自己说的 那你会发觉说 还要自己花钱去玩喔 好像... 好像... 要这样 對啊 所以说人家就这样子 我儿子就跟我讲说 我老婆就跟我讲 你再不带他们出去 老婆究竟说了什么 小胖立刻带小孩出国玩 他喜欢的是亮亮的花 所以我们那个... 在机场上出境入境的时候 人家排队已经大排场了 要那个... 赶快要经过那个X关 不是 经过海关嘛 对不对 那个是什么 那个是为什么这样长上 为什么那个亮亮 那个颜色是为什么这样 那下去 那现在我们现在有一条 那种小胖立刻 你也没想到 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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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說人家就這樣子 結果我兒子就跟我講說 我老婆就跟我講 妳再不帶他們出去 妳有意思要叫別人爸爸 換一個 換一個 因為別人爸爸不會帶出去 那 通常在國內的時候 請問你現在孩子 會叫你爸爸嗎 還會 還會 還會講還好 還好有創開 那其實投資小朋友 真的是確定是OK 因為就像人魚跟那個靜宇老師 他們小孩子還沒有投資 像我的小朋友 妳會發育出去的時候 他已經大了出去的時候 他還是會怕 可是妳看他們小孩子 是很大蠟蠟的 人家說行萬里路 勝讀萬卷書 他給他的經驗 真的是妳一輩子要學不到 留他再多的錢 真的 妳也學不到 妳知道嗎 我第一次出國是14歲 那一年是來台灣 然後我一個人坐飛機來台灣嘛 我到台灣的時候 我真的皮皮就好了 然後看到台灣的飛機 好大喔 什麼都好新人 然後大家都穿得好體面 那我一個女生這樣 我覺得很緊張 你知道嗎 然後那時候中文又不是很好 是都會講 都會聽了 可是就很怕嘛 然後那個海關跟我講話 第一次來台灣是嗎 我這樣 是 第一次來的 妳來台灣幹嘛 我跟我爸爸媽媽一起住 我來這邊 怕被抓走對不對 真的都是這樣的喔 真的很緊張 還是小孩子 就提早給他們送出去 滿好的 所以如果照這個邏輯來講 那人與妳的小孩 一歲半就出去到香港 就看到她看到警察 太陽 這叫太陽 妳有碰到什麼傷腦筋的事嗎 不會 其實我覺得妳們講 反正就是妳一歲或是說小時候 就帶她出去的話對不對 她每天可能 我們都是自助旅行嘛 所以說就是 譬如說我們去五天喔 從早到晚都是妳在帶 那她就一直聽的是當地的語言 譬如說日本來講 他們從小譬如說我們搭電車 他可能就會知道說 右邊那... 因為他們日本電車會說 等一下是右邊的車門會打開 妳要從右邊下或什麼的 他們就知道什麼叫咪咪 什麼是右邊 或者說譬如他們就會知道說 這個是簡單的 可是有沒有碰到 還是有傷腦筋的事 因為當老金的話就是 譬如說小孩子還小的時候帶出去 那我們去日本可能一定會想到 第一個想到就是 還有日本是個很愛排隊的民族 對不對 是 吃東西 吃美食也要排隊 玩也要排隊 到哪裡 反正幾乎都要排隊 她就是個很愛排隊的民族 重點是小孩小 可是我們台灣的孩子 幾乎都是肉雞 你知道嗎 她就站不住 妳可能今天排隊排個20分鐘 她就抱抱... 那所以爸爸這時候就要練她的體力 就要把她抱起來 平常要練功就是了 對 那更不用講什麼迪士尼那些了 妳如果要帶她去迪士尼幹嘛 可能爸爸媽媽就要輪流報 那因為像我們台灣有一種 我們台灣排隊的文化是 譬如說可能 小孩子跟媽媽去旁邊等 一個人在那邊站著就好 日本他們不是 他們不管妳老年人或者是小孩子 要排隊是全部一起站在那邊排 全部一起排 不可以說我在旁邊不行... 所以就是妳要訓練就排隊 再來就是小孩子 他小嘛 對不對 他去買東西的時候 他可能買完以後 他東西都買好了 那該玩的他覺得也玩夠 他就一直問妳 什麼時候要回飯店 我們什麼時候要回飯店啊 他玩夠了 他就回家休息了 他就想要回飯店休息了 那小胖 妳自己小朋友出去的時候 妳去年才帶他們出去 妳有傷老金的事嗎 我跟傷老金 因為一個女生一個男生 那女生想靜靜的玩他的東西 那小的呢 想要玩刺激的東西 男孩子好動嘛 好啦 那妳要怎麼去安排這個東西 那兩個都... 兩個都不知道該怎麼辦 都不在一起咧 好啦 這個時候 那怎麼辦 這個時候 就爸爸的威嚴 導遊都出來了 又來了 又想威嚴 又我們的起床出走 所以說常常出去 會有一個想法性的狀況 因為男生要玩男生的 女生要玩女生 那妳怎麼去湊合這些東西 那這個時候 要請專家跟我們說 怎麼要解決這個麻煩 我相信他一定有傷老金的事 比方說小朋友 我小孩五歲的時候上飛機 第一趟飛機就飛這麼遠 其實很多朋友都跟我說 好危險 就是飛太久了 小朋友會很無聊 所以我就先想要做些什麼事 比方說在飛機上啊 我覺得這是一個 非常非常棒的回憶 就是小胖剛剛說的說 我可以給他們畫畫 或者是做一些活動 那我就先帶筆去 一些彩色的筆 但是沒想到飛機上 就有更多的彩色筆 可以給小朋友 而且那是免費的 免費的 然後呢 那時候我只是讓... 我有帶紙 我帶很多的紙張 然後我還讓他就是畫 這是第一張 第二張 第三張 然後我說可以變成畫冊喔 他就畫得好高興 沒想到後來我就發現 這是也是大人的回憶 老師的孩子還是訓練有數 我們要問問看樹柳啊 你們那個萱萱是不是 有沒有什麼很讓你傷腦筋的 一件事情 或者那個場景讓你覺得 好傷腦筋 就是特別是去... 就是去外面玩的時候 那其實他看到很多人 整個就嗨 然後就是一嗨的話 就會跑掉 像我老大的問題是比較明顯 就是很多人 因為你節假日出門的時候 很多人這樣他就是蜂擁... 蜂擁著走 或者是很多人會擠在那邊 那老大比如看到喜歡的東西 他就會...或者說 這個停就不走 因為你不走 後面的人總要走嘛對不對 就會停在那邊 大家這麼大個 你要抱也不行 你要拉拉扯扯 那他那時候有哭鬧嗎 會啊...會給你較勁啊 媽媽 妳讓我來看 我現在就是在看啊 我現在就喜歡這個 妳都囧了耶 對 所以我頭大 不然就是...這邊不好看了 我不要看 就一直就是往下一個目標 因為他很精 因為我老大他的那個... 他很會研究 他會先去研究每個遊樂場 或者說我們要去旅行那個地圖 跟那個海報 他會先去看這個線路 這個是...去看虎沙 那個是去看企鵝 他會先去 那個說明書達人 對...這個我不喜歡 我就把它跳過 然後就跑... 這個太有主張也是傷腦筋 頭大 對 就是太...有點過於聰明 也傷腦筋 對 沒錯 大人繳不過他 好 那我們問季賢好了 季賢妳的小孩子 有什麼讓妳傷腦筋的嗎 她喜歡的是亮亮的光 所以我們那個在機場上 出境入境的時候 人家排隊已經大排長了 要那個...趕快要經過X觀 就經過海觀嘛對不對 那個是什麼 那個是為什麼這樣長相 為什麼那個亮亮 那個顏色是為什麼這樣 還有她那個... 經過那個X觀 然後再想回來 再來一次... 再來一次... 好可愛的 還再來一次 還再來一次 對... 她來我們攝影棚 妳知道嗎 一直看這個上面 然後妳就把它拉過來 對啊 不行...這個時候 不可以 不是玩的 不可以... 不可以... 月和換妳了 妳的小孩有什麼問題 給妳解決嗎 有很多啊 因為他們還小嘛 特別是那個老小 兩個妹妹嘛 是嗎 妹妹 那個妹妹 她很好動啊 然後也很愛跑 然後吃東西又... 吃東西又怎樣 不愛吃啊 這個也不要 那個也不要 什麼都不要吃 就是要玩而已嗎 就是喜歡棒棒卡 他們這三位 你們可以講一講說 你們之前的那些 帶小朋友的那個經驗啊 樹柳 我覺得是 像我們考慮的話就是 小孩會參與的東西比較... 我可能比較會站住 那譬如說妳帶小朋友 去逛火車站還是... 像我老二現在雖然一歲多 可是我都會帶他坐公車 或者我都會踩腳踏車 火車也會帶他去坐 這是比較小的 小的 比較大的人 像老大也會啊 那妳們會帶他去哪兒玩呢 我會... 比如說去年的話 我帶他去夜宿海生館 因為你平常去看魚 看完沙之後就過了 就當天來回會搞得很累 那像是... 我們就是選擇去夜宿 住在裡面 像... 下午的話就會帶我們去那個 叫做炒煎袋嘛 就是退炒的時候 會有螃蟹啊 那個... 那個很好玩 我小朋友超喜歡玩那個 黑色的啊 然後... 對 就會去撿那些... 有沒有 我就把他拿起來 給咬腳 夾手 什麼寄巨蟹之類的 那他到了海裡 不會迷路了吧 那個邊來 海邊來 然後晚上就是會... 他會幫妳吃完晚飯之後 然後就開始帶妳去 餵虎殺 那個超刺激的 我們看到的是在... 在大牆壁或者是在頂上 這樣看到海生館嘛 隧道嘛 可是我們晚上去看的是 在最頂層的 就是一個超大的魚缸 全部的魚都在上面 整個海生館的魚都在那邊 對 然後很大的小的魔烘的 全部都在那邊 然後還可以餵食 是小朋友可以餵 青生幾位 都可以餵 牠會給那個魚小 也給我們丟給牠們吃 那所以小朋友 牠這個海生館的魚形 牠有什麼改變或者什麼心得 牠...所以牠現在對那種 動物的認知非常領得 所以妳覺得海生館這一趟 這很值得的 對啊 牠就突然間 對那種海生的東西就是 突然間就是腦瓜大開竅 對 就對於那種細緻的 什麼像珊瑚啊 晚上睡覺是...這樣子 對 然後也很可愛 然後白天是這樣 晚上是這樣 她也會覺得很好奇 是 好 那之前換妳了 其實呢 我... 我的老公很忙 所以大部分都是我一個人帶她 出去玩了 現在呢 牠呢 上幼稚園 所以很小 以前呢 牠上幼稚園之前呢 我常常去動物園啦 其實我想給牠看的是那個 看吧 那個這裡 裡面有什麼東西啦 牠完全沒有興趣 完全沒有興趣 喜歡的車 老之前兒子深深著迷的 到底是什麼東西呢 在都市的小朋友 牠其實已經忘記 我們台灣美麗在哪裡 牠已經忘記了 那我覺得我們暑假的時候 對 可以玩很多地方 牠可能又可以看到 而且牠裡面有很多國寶魚耶 譬如像苦花魚啊 香魚 那個很可愛 而且妳眼睛目視 就看到牠在下面有 這種東西 其實一般的小朋友是看不到的 是啊 其實我想給牠看的是那個 看吧 那個這裡 裡面有什麼東西啦 牠完全沒有興趣 我剛才說一樣 牠喜歡的是 亮亮的東西 亮亮就是看燈就好了 對啊 所以我那個去有... 譬如說如果去那個 中中紀念堂的話 牠呢 沒有興趣看那個 中中紀念堂裡面的東西 只是看 停車場燈 停車場燈 對 回家畫畫以後 牠剪掉 然後牆壁上... 就貼起來 對 我們貼起來 所以我們家裡的牆壁都... 都一個洞... 都有燈... 對 還有什麼那個 平家道嗎 平家道 平家道 火車上 滿喜歡 我想給牠看火照 火車長像是這樣 沒有 沒有興趣 牠看那個平家道 然後回家有叫爸爸畫 然後畫好幾個 然後牠貼 就貼上去 就反而你們家的就是滿滿的 就是火車 然後的愛好 我突然想起來 我們可以建議之前 帶妳小孩去燈泡工廠 對啊 她爸爸也說了 我們不要帶牠去那些 是...去燈泡工廠 然後最好燈泡工廠 那小孩子還是要去接受 別的東西不能給你養 你就帶牠去燈泡工廠 對耶 其實啊 這可能是牠一個特質 你說喜歡燈 牠以後可以變成燈泡工廠 那不一定啊 很多燈泡工廠 牠其實也會變成一個設計師 一個藝術家 而且妳可以從小培養 這可能是牠一個專長 我覺得牠在暗示妳 頭胎 對... 喜歡燈燈 喜歡燈燈 珠寶 珠寶也是亮亮的啊 或許牠珠寶設計 牠喜歡我的珠寶也 對... 所以我媽媽可以喜歡珠寶 牠也喜歡珠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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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無稽缸啊 好 這也不錯啊 換我們的樂盒 妳的小孩有什麼喜歡的嗎 其實我們去玩的地方很多 國外也有 國內也有 那...好像幾年前的時候帶牠們去 就是我跟老公帶孩子的那個老大 去苗栗玩啊 就很好玩啊 然後看到一個端橋啊 然後我問我老公 那個端橋是什麼意思 我說我老公說以前是 那邊有火車 然後現在沒有火車 然後... 盛興車站 對 然後就是後來又是 我們還去灑那個番茄 我覺得那邊的番茄好好吃 好甜喔 好享受喔 那種感覺 然後呢 這邊那個旁邊呢 你知道嗎 整個步道上面喔 它都很多那個小那個紫色的話 很美... 還有含羞少 那種感覺好像我們那個 回那個龍舟的感覺 那小時候妳會喜歡種田嗎 我覺得很有意思耶 然後我那邊認識很多朋友 所以妳...對啊 可能嘛 那把小孩子帶進種田 種田過小假 有沒有這個想法 我有想法 我想要帶他們去體驗站 因為妳知道嗎 被螃蟹炸那種感覺 真的很有... 被螃蟹炸的感覺 會痛喔 會痛喔 有一點點 讓他咬一下 對 體驗一下 然後就是妳跟那個其他的小朋友 把那個手伸到那個 泥土裡面要抓螃蟹 然後被他炸那種感覺 好有意思 我們還是請達人來建議一下 今年夏天最夯的旅遊路線 好 如果說要講台灣好了 如果說我們講台灣的話 其實我覺得可以去花蓮 因為其實花蓮的話 花蓮 我的老家耶 好漂亮喔 地方好好玩 對 對啊 因為如果說妳要 就很簡單兩天一夜 爸爸媽媽不用請假的話 我們要帶小朋友去玩的話 因為剛剛暑假花蓮 其實我會把它分成兩個路線 一個路線呢 可能譬如說我們以花蓮市為主 那你說兩天一夜可能玩花蓮 會不會太趕 其實很簡單 當然我們可以搭飛機對不對 飛機35分鐘就到了 台北到花蓮35分鐘就到了 那花蓮市 它機場又離花蓮市很近 我們如果往北的話 就可以走花東海岸線 花東海岸線的話 我們可以先到一個目骨目魚 目骨目魚它很好玩喔 它其實就是一個太魯閣畫 叫做目骨目魚 那這個太魯閣畫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地方 它這個地方就在歌詠 它說天啊 這個地方怎麼這麼美這樣 你看 像這個照片 它就在目骨目魚 它是一個很自然的山谷 而且它的地方很棒喔 就是它一天喔 可以玩水嗎 這地方可以玩水嗎 而且它的水不會很深 骨子上面覺得很涼快 是啊... 很涼快 這什麼家好適合去喔 可以換水游泳嗎 可以... 因為它不會很深 它不會腳都還可以下去 而且很涼 那個水上面都看到那個 酥的影子有沒有 是沒錯 而且是整個碧綠色的 而且牛肩好像藍色的 這個圖沒有做過咧 沒有做過...就完全沒加工 就是這個樣子 你隨便任何一個相機拍 就是這個樣子 而且它這個山啊就是有 它有限制人數進去 所以這裡的菠蘿格 可以看到這些地方 可以... 還限制人數喔 對 它一天是限制300個人進去 它半入山證 早上段跟下午段 然後一個早上段 你進去的時候 你還要去它的派出所 拿你的身分證登進去 你還可以入山這樣子 因為它就是不要讓你破壞 它讓你太多人進去的話 你覺得破壞大自然 所以我覺得現在在都市的小朋友 他其實已經忘記 我們台灣美麗在哪裡了 他已經忘記了 那我覺得我們暑假的時候 對 可以到這種地方的話 他可能又可以看到 而且它裡面有很多國寶魚耶 譬如像苦花魚啊 香魚 那個很可愛 而且你眼睛目視 就看到它在下面有 這種東西其實一般的小朋友 是看不到的 因為這個東西變成說 你就在課本上老師會教 可是在電視上看到 可是你帶他親自經歷的這一段旅程 是 有些東西在課本上 雖然就是沒有看到 而且還是要申請 小朋友自然會覺得說 這個地方很難得喔 回去一定跟同學炫耀 而且暑假作業可以寫 對不對 那暑假作業一寫 那老師都說天啊 這是什麼地方 連老師都沒去過 是 對不對 所以你就會覺得 你真的很不錯 加分... 加分喔 然後這個往北的話是這個路線 那當然你可以到七星潭啊 去看日落 是 然後可以踏浪 那再來你隔一天呢 就可以到海洋公園 如果是小朋友的話 那如果說怎麼樣 還是要給要去那種地方嘛 對 小朋友 你還是要趕點戲他的嘛 對 小朋友也不能一直看風景啊 對 你給他大氣啊 還是要把他搭配 沒有亮亮的怎麼辦 沒有亮亮的東西啊 再一個...有啊 看日落的時候 那個太陽亮亮的 OK 那行嗎 那個可以嗎 可以 還是要給一個手電筒 對啊 那以外的話 譬如說我們要往南的話 我們可以走花東縱谷路線 一樣是兩天一夜 而且現在很方便是 台灣的暑假 就是租車的公司喔 我們可以知道 今年的暑假都是買一天送一天 你租一天他就送一天 所以你可以搭飛機再去租車 媽媽開車就不會太累 那小孩也不會覺得租車勞頓 對啊 我開車好幾乎 連都是五六個小時 回到家裡腿都在... 發抖 沒力氣玩 對 沒力氣玩 對啊 所以你可以搭飛機再租車 那其實往南的話 我們走花東縱谷 那我們知道這一兩年 花東非常流行就是熱氣球 對不對 還有金城武大道 對... 對... 妳有Follow喔 對啊 而且花東縱谷車又少 其實車不多 妳感覺就是很開闊 那讓小孩子接觸都是綠色的 妳看過都是綠色 那暑假嘛 暑假其實花蓮有個最棒的地方 一個大亮點 除了那個熱氣球以外 就是什麼 金針花 這樣我們這時候就可以到 對 那個花園太美了 非常棒 而且我們可以先到那個六十淡山 這裡是六十淡山 你想要去對不對 你想去對不對 對 在海拔大概八百公尺的地方 其實我們根本不用到北海道 妳不覺得這個就跟北海道一樣嗎 這裡已經好多美的地方 又便宜 而且這個地方不用入場就對了 因為我不喜歡紫色 妳不喜歡紫色 而且在那個海拔八百公尺的地方 妳看下去整個就是花東縱谷 非常的壯壯 而且妳要讓小孩子 感覺說這是很大自然 我們台灣其實就是這麼漂亮 我不見得要花大錢出國去 如果我只有一兩天的假期的話 那時間太短 妳出國會非常累 對 那花東 除了這個六十淡山呢 其實它有個叫赤柯山 剛好我們台灣 有三大金針花的產地就是 六十淡山 赤柯山 還有那個台東的太馬里嘛 那最主要是因為 妳可以讓小孩子知道說 我們平常吃到的金針花 到底是怎麼長的 長在哪裡 怎麼樣的一個地方 所以我覺得那個地方 所以這個也有收穫就對了 也可以寫暑假作業 也可以寫暑假作業 跟小朋友講這樣子就好了 照片怎麼拍怎麼漂亮 所以這兩個路線我滿建議 那當然妳說第二天那我看完 我又看完大自然媽媽 沒有玩的人辦 我可以去招風農場啊 對不對 可以去看看農場 看看動物 總之就是讓牠接觸大自然 因為兩個月嘛 妳總之除了打電動啊 然後看電腦以外 可以讓牠接近大自然 我覺得挺不錯的 對 我還是建議去大自然比較好 打電動 然後帶牠 對啊 平常都打得那麼多了 對不對 妳聽聽看小胖 好 小胖哥 我來介紹的是澎湖的三天兩夜 小胖推薦澎湖三天兩夜行程 下段節目不要錯過 小朋友還有做DIY的那種 所謂的那種果凍蠟燭 你把海生的這些沙子啊 海星啊 海樹豬 用果凍澆進去後 等它冷掉又會發現 自己的水族香 從早晚到晚 妳看還可以數一數 晚上在馬公夜市上面 你還可以吃到 道道地地什麼 仙人掌冰啊 海藻冰啊 甚至還可以夜調小寶 在這陣子裡 叫我餐廟 為了 待會兒 看小胖 可以有用到 做點燃 聽聽看小胖 好 小胖哥 國人建造的是澎湖的三天兩夜 是 那澎湖就像我們剛才所講的 小朋友很喜歡 尤其暑假 喜歡玩水 那其實澎湖包含的東西 包含人文的東西 所以有台灣第一這種媽祖廟 天后宮就在澎湖 那你可以去玩就像我們那個 還是吃海鮮 對 吃海鮮 玩朝鮮帶 其實澎湖也不要忘了 讓小朋友去學一學台灣的 特殊的地理環境 因為澎湖的像同盤 萬安 七美 這幾個島嶼就是我們所講的 第一個 它有澎湖的地質公園之稱 柱狀玄武園在同盤 畢竟很特殊 對 很特殊 你可以在上島上面讓他去走 也可以體驗一下漁村的生活 大家應該有聽到 外婆的澎湖灣 潘安芳唱了 外婆親親澎湖灣 澎湖灣漂亮在哪裡 澎湖灣的外婆 可不可以看得到 看得到 在哪裡 帶他們去找 帶他們去看 那其實澎湖喔 除了一些離島以外 跳島以外 那個像吉貝啦 你可以看到那個島喔 那個島上有尾巴 尾巴會動來動去 早上是在左邊 下午在右邊 那尾巴會動 畫面一定很美 其實喔 還有一個晚上 那其實晚上這樣 像那個孫子賢 他小朋友喜歡亮亮對不對 亮亮的 他要亮亮的 尤其在吉貝的沙灘上面 晚上沒有光害 看星星 每個都是亮亮的 拿著地圖可以看 找北斗基辛在哪裡 讓他知道亮亮的是什麼星座... 或許這小朋友很難忘 白天可以玩沙 踏浪 下午 傍晚 時分 還可以到那個朝鮮待機 就想想 抓螃蟹 玩海參 給螃蟹咬 對 讓螃蟹咬一下 感覺怎麼樣 還可以去坐船 去飆浪 還有一個水上活動 你看 還可以坐那個什麼 香蕉船啊 水上活動車啊 對啊 那邊也有一個海參館 海參館 也有海參館 但是沒有豆腐沙這麼多 但是澎湖的部分 尤其在海參館裡面 你可以告訴他 這什麼魚... 也可以玩船嗎 也可以玩船 都可以 你可以...甚至還有遊艇可以坐 所以說這個澎湖 那種票價會很貴嗎 其實澎湖的票價 像暑假期間我們來看 三天兩夜一個人的平均花費 就以大人來講的話 平均花費差不多七千塊 含銅機票 很便宜耶 含銅機票 那還不錯 所以說你會發覺 澎湖是真的很好 尤其三天兩夜你會發覺 不夠 像澎湖的部分 甚至還可以到那個海上牧場 海上牧場你會經過海上牧場 相亡養殖的魚 對 你還可以拿那個魚綁著線去釣它 沒有鉤子喔 還有跟魚比利器 看魚的利器大 還是你的利器大 真的 好好玩耶 還可以釣那個 那個我們都想去 我們都想去玩 我們節目主藝團去嘛 還有我們的照片 還有那個 像還有那個烏賊啊 你釣起來的時候 你看喔 還可以噴墨 噴 你還要躲它 用現場去 有暖臉都是黑色喔 對 所以說在澎湖的期間 你可以玩 可以玩 第一個 可以讓它知道海洋的這可貴 是 好 那娛樂資源在哪裡 對 好 第一個 還可以有地質的公園 還可以有生態的資旅 還可以做暑假功課 對 甚至還有小朋友 他可以DIY一下 其實小朋友 小朋友還可以做DIY的那種 所謂的那種果凍蠟燭 你把海生的這些沙子啊 海星啊 海樹豬 用那個果凍交進去以後 等它冷掉 又會發現自己的水族箱 不會動的水族 對啊... 所以在澎湖期間 真的可以從早晚到晚 你看 還可以數星星 晚上呢 在馬公夜市上面 你還可以吃到 稻稻地地什麼 仙人掌冰啊 海藻冰啊 甚至還可以夜掉小寡 好 小孩開心 大人也看眼睛 沒錯 那靜宜老師呢 你有建議什麼嗎 我都想跟去啦 跟他去 不行 佛頓 對 不行 你要一直去 因為我們家的旅行 習慣上平常的旅行 就會比較短途的 很輕鬆兩天一夜 或者是一天來回的 是 那我在書上寫的 都是大旅行的一些片段 那我是感覺覺得說 像大家講的這些旅行 對小孩真的在他小時候 就埋下一些美麗的種子 將來會開花結果是什麼 不一定 比方說以後他就不養小狗小貓 因為他要養的是大 大火殺 對啊 大可能對生物有興趣 他可能變成這方面的科學家 他可能從那邊 研究他的牙齒啊 或者是一些對人類 有幫助的那些醫藥 都有可能 那喜歡亮亮的 他變成珠寶設計師啊 或者是燈光 燈光秀大師 那所以我覺得其實我們 可以跟老外就是互動 也可以學到一點英文 對 那我的設計 在我的旅行裡面 我常常希望說 不只是他去玩 我們當然也要玩到 但是我會先... 老大也要玩到 我們老人家 大人家也要玩到 所以我常常都會在中間 先做一個平衡 我比較不會說 小孩喜歡什麼 就隨他喜歡 其實小小朋友他們喜歡故事 所以我就計畫這個暑假 再把以前有一些故事漏掉的 補給小孩 我去紐西蘭的時候 我會講很多的故事給小朋友聽 讓他可以安靜下來 因為小朋友... 沒有小朋友不愛聽故事的 那我們要講的生動 有真實感 那在一個... 比方說 紐西蘭有一些... 就像提卡波湖 滿有名的一個提卡波湖 那裡就有一個小男孩 跟一隻中心的狗的真實故事 就是老外的故事是不是 對 那到那邊他就會 很安靜的聽這個故事 所以我就覺得 我們可以在小朋友很小的時候 用很多的故事去讓他有... 也有那個... 比較開朗的個性 比較開朗這樣 在東南亞還有什麼地方 可以去的呢 我覺得也要顧慮到大人嘛 所以如果讓我來建議的話 五天四夜那我會選擇去... 靜怡老師推薦的老少賢怡 五天四夜行程究竟是什麼呢 為什麼距離這麼近啊 那個門為什麼去那近啊 防鬼對不對 怕就是很胖啊 然後門很窄 然後這個... 這個小朋友就會覺得好有趣 因為跟我們的門不一樣 就像小胖叔叔就走不進去 對 你知道嗎 因為... 因為我媽媽跟他講說 他是說因為鬼很胖 所以他門要坐著窄窄的 你知道那小朋友就說 小胖叔叔 你就是那個鬼嘛 小胖叔叔 你就是那個鬼嘛 如果讓我來建議的話 對啊 五天四夜那我會選擇去... 八里島 五天四夜 那這邊就可以講故事 因為有海神廟 第一天可以安排去海神廟周邊 可以講說大人要去建築 可是小朋友會想要去海神廟 那怎麼辦 你講故事給他聽 講八里島的故事 我去八里島去海神廟 我不要聽他十分鐘 真的 那你的導遊不夠專業 是嗎 如果是小胖帶去的話就不一樣 那小胖哥來說 那其實喔 海神廟的部分喔 其實我們要穿插一個 所謂的愛情故事 甚至一個孝子的故事 可以在裡面 你去看了的時候 會越來越有感覺 甚至你可以走到海神廟 去看看... 小胖你會不會他有職業病 到時候你帶自己家人 也在那邊行程門 每都看我一張這樣 對 我跟你講 其實喔 就像我們所講的 大概五天... 可以吸引小朋友 而且海神廟 你可以走到海神廟的下面去 你知道嗎 那個是... 那邊有個聖書 那邊比較好玩嗎 那裡又沒有汽油喔 對啊 那你不會有汽油 那邊有海蛇 那海蛇不會咬人... 不會咬人 像小胖講的那樣 可以有很多的故事 然後我們可以說 那個為什麼距離這麼近啊 那個門為什麼距離那麼近啊 防鬼對不對 怕就是很胖啊 然後門很窄 這個小朋友就會覺得好有趣 因為跟我們的門口一樣 就像小胖叔叔就走不進去 對 你知道嗎 因為我常常跟她講說 她就馬上就說 她是說因為鬼很胖 所以她門要坐得窄窄的 你知道那小朋友就說 小胖叔叔 你就是那個鬼嗎 對 就進不去 那晚上回到旅館裡面 就可以放鬆 享受貴婦的生活 有一些俱樂部 有的是俱樂部或旅館 可以安排小朋友去做別的活動 是 那誰會照顧她啊 叫她找小胖叔叔 他們會找小胖叔叔之類的 帶他們去玩 其實在巴黎的有一種 有些度假村 她會安排小朋友 一些套裝的行程 就說這個時候 10點到12點 這段期間我們有什麼樣活動 我們可以打網球 打排球 是 那另外一個還有教水中有氧運動 大人小孩都OK 那甚至說你還可以幹嘛 還可以打那個迷你高爾夫 都在飯店裡面 他們也可以自己動 我可以講 媽媽爸爸 就很放心的去做你的食霸 他工作人員會帶你去走 第一個 讓小朋友獨立自己走 爸爸媽媽還想要生弟弟 對 那最後一天再來一個購物 爸爸媽媽小孩 通通都可以買到他們想要的 紀念品 對 那如果說預算多 就去比較高級的Villa 那預算比較少 可以去很多家庭 組合起來的一個地方 他們這Villa都有游泳池啊 那好玩啊 所以很多時間可以很... 大人可以很放鬆 我會想說 補充以前沒有講的故事 像讓小朋友去學怎麼樣 釣小捲 出海 搭那個船 這個活動 我聽說只要五百多塊錢就可以了 對 那你們聽那麼多老師講的話 你們喜歡哪一個行程呢 可以帶小朋友去 大人也可以開心啊 其實我覺得 應該是我心裡有個情節吧 就是因為我們 從大陸的小的時候 就念課本啦 台灣是寶島 那其中一部分是說 外婆的澎湖玩 所以我的心裡面會有個解釋 覺得說 外婆澎湖灣到底是... 長什麼樣 對...是什麼樣 是海邊嗎 還是說一個灣 還是說真的有那個外婆在 就是剛剛小潘老師講的說 所以就是會有個心結 那如果讓我們想去 我就覺得那個... 去探究竟外婆澎湖灣 到底是什麼樣的真面目 那之前呢 我的兒子除了那個燈以外 他喜歡奇奇乖乖的東西 是... 因為那真的夠奇怪 而且他們的食物辣的當中又... 因為韓國人喜歡吃辣 然後他辣到又有一些酸 他也很會吃辣的 剛剛好 所以去峇里島可以 其實像峇里島的部分 還有一個叫金峇里的一個海灘 他晚上喔 你小朋友喜歡看 看那個燈燈亮亮的 我跟你講 那邊剛好飛機跑到就在旁邊 晚上你在那邊吃晚餐的時候 飛機下來的時候 我去峇里島看飛機跑到 然後一隻會飛下來 他讓小朋友那個感覺 對... 那約和你想要去哪裡 就是我們家的小朋友 其實他們雖然就是很提 但是他們也很喜歡那種... 那個... 漂亮的畫 是大字的感覺 還記得就是上一次 有一次就是爸爸帶他們的 那個跟學校一起去 是 老小的啦 一起去一個龍展 然後呢 擠油來 然後還說那個染畫布 然後他回來 媽媽 你看這個是我做的喔 你看好美喔 好多畫喔 然後他們就是一起跟我分享啊 然後就在那邊亂畫一通 其實他畫就是... 我不知道他畫什麼 看不懂他在畫什麼 然後小 他畫什麼 但是他色彩就是非常的豐富 然後他裡面都是不一樣的色彩 然後給了一種感覺就是說 怎麼那麼...色彩那麼搭檔 或是那一部都沒有會這樣用色彩 那畫下來 他就是看到的東西 但是其實小朋友因為他還很小 他不知道什麼表達就來 他就畫很多圖出來 然後你看就是覺得一種感覺 好鮮豔的感覺 然後很喜歡 然後說媽媽 這個是我 什麼東西... 小狗 小貓還是什麼 他看過的動物 就看不懂就對了啦 反正他就自己他...他知道 但是他跟母語講裡面的故事是什麼 有潛力喔 他畫完之後還跟他講故事 對 而且還再生一個故事出來 然後... 那我們就要來問問看喔 這三個媽媽講的說 要帶自己小孩去 那小孩子自己同不同意呢 對啊 我們要問問他們才行 沒錯 有時候喔 就是媽媽喜歡 你知道 小朋友不一定喜歡 對啊 對不對 我們來問問看 是 來喔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好可愛的小朋友喔 對啊 他們三個 今年暑假都很好玩 然後又有達人的建議 對啊 而且都有圖可以看 然後介紹 他們都很清楚 那妳暑假想去哪裡 我想去巴黎島 我也想去巴黎島 你要幹嘛 去那邊幹嘛 你好無聊啊 在台灣就可以睡了 對啊 對啊 在台灣就可以看機場 還跑到巴黎島 是啊 說得也是 所以喔 這個暑假喔 其實對小孩子 是一個成長記憶 然後又可以返足 可以收穫喔 還可以做暑假功課 還可以做暑假功課喔 還可以創投 對不對 還可以跟小胖數 這是一種就是邊玩 然後邊投資啊 邊學習 然後其實大人 也從小孩子的反應裡面 學習到 小孩要講一個故事給你們 對不對 暑假真是美好 對 真的美好 讓妳愛上這一家的暑假 沒錯 愛上這一家 暑假真好玩 謝謝各位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謝謝 好 那我們就去海上廟 好啊 就去海上廟 去海上廟 不要...不要跟他去 他要去 只要睡覺而已 他不會去玩 不管睡覺 謝謝